楊岳橋議員 主席,其實就視乎究竟那些投票站的場地是甚麼場地 例如一些政府擁有的場地,例如康民署的體育館那些我們就不需要錢的 不過如果是有些機構借給我們場地,尤其是私人機構 其實我們就需要付費用給那個機構 主席,因為我注意到文件提及偶然會出現一些困難的 因為選舉事關重大,亦都對於很多選民來說 他去開某個票站,他有個習慣 如果因為一些技術的問題而不能去同一個,可能會令到他們卻步 或者他們不知道,這個對於選舉當然沒有好處 所以也都會了解一下政府會有任何計劃 就是如果有些是價低的,可能會給高一點的費用 以確保盡量同一個選區在類近的,或者最好的同一個票站 以確保每一次選舉在同一個地點,那就會比較妥善一點的 主席,這個是一個意見來的 另外下一個範疇問題就是針對確認書 想了解一下局方,以往我們看到每一次選舉前夕都會針對當屆選舉會作一個諮詢 有時候就是幾個月到半年不等了,我們了解 但是這次看到在今九月的換屆選舉 針對確認書政府是沒有任何形式的諮詢的 我想了解一下局方,這個會偶然因為這樣,有什麼特別的急切性 而令到不能夠做諮詢呢?以後的選舉是不是都會這樣呢? 尤其是現在針對確認書是有司法覆核在法庭將會處理 我想了解一下,在未來的日子,尤其是極有可能 我們這一屆的立法會有議席是出決的 極有可能是會需要進行補選 不知道這個上代爭議中的確認書會否繼續沿用下去,主席 是,副局長 主席,都是王主任補充合 王先生 主席,其實就於確認書的問題就是 鑑於當時有市民就關注參選人在提名表格內 簽署聲明示名會擁護《基本法》 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否充分明白《基本法》的內容呢? 由選管會在提名期開之前才推出《確認書》 以確保提名程序能夠依法完成 其實這個做法呢,其實就是根據選管會的規例 選管會的職權是包括採取其認為適當的步驟 或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事情 而確保選舉在過程中公開承擇和公平地進行 在這樣的緣故呢,選管會在今次的選舉提名期開始之前呢,就推出《確認書》 主席,對不起,我想追問一下,這次有什麼基礎是需要這麼闖綴去推出《確認書》 而有別於以往只是輕微修改選舉指引,都需要勞私動眾地作諮詢 我想了解一下,主席 好,華先生,或者簡潔一點回答,好嗎?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因應當時社會究竟就著,譬如是港獨的言論,才推出《確認書》 主席,對不起,我很簡單 主席,因為我們有三個《確認書》 各個都會有很多人會發現的,好嗎? 我時間我會拿得緊一點點 主席,對不起呀